大家好,很多会友养玉树都希望自己的玉树快速成老妆 这样的话它的观赏价值才高 而且养护起来也更加的轻松一点 不容易出现问题 那么想要它快速成老妆的话 大家就必须要经常做好一些动作 比如说像这种玉树长出来的一些侧芽太多的话 我们一定要经常给它剪一点 像这些长出来的这些侧芽要给它修剪掉 还有上面这些侧芽太多的话 我们也要给它剪掉 还有旁边的这些长出来的芽 要适当的给它抹掉一部分 不要给它长得太多 因为侧芽长得太多消耗很多养分 那么它这条竹竿养分就会变少 像老妆的速度就慢 那么玉树它的根据是比较稀小的 所以我们平时给它施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能给它施太浓的肥料 而且我们在冬季养护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主要是把这个根系养强壮 因为冬季这段时间 它顶端的这些新芽会长得比较缓慢 那么它的根系就相对活跃一点 所以在冬季这段时间 大家尽可能给它使用一点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玉树它的根系比较弱的 如果说按照正常的养物方法的话 那么它的根系完全就不够发达 到了春季生长就会变弱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可以诱发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同时又可以给它补充各种能量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跟其它生根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到了开春之后 它的新枝条新叶长得就比较迅速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使用一些高甲肥 比如说像这种控制肥 因为甲元素含量越高 它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壮 还有叶片就会更加的翠绿肥厚 因为甲元素它含水量比较高 同时又可以提高它的抗性 那么这样的话 这条主干就能快速的成脑状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养育素的一些方法 跟其它花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